我是李一新 现在是一名职业的演员 我来这个舞台就是想证明自己 是可以演喜剧的 中国喜剧星 在这一百秒之内 我希望老师可以为我亮灯 如果有现加入到英达老师的队伍里面 我觉得将是我从小梦想的实现 中国喜剧星 我是李一新 耶 同学们 我是新来的老师张爱玲 听说你们刚把余丹给气跑 想把我气跑 没那么容易 现在的女孩子家家哦 讲话哦 没格调 你们要好好学习古文 不要把古文还给古代人 好 那讲第一个词 失恋 像我们这样的文艺青年 应该说 我被爱情遗忘在了角落 失恋以后就会失眠 哦 像我们这样的文艺青年 应该说 我的身体辗转反侧 灵魂却要保持直立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眼睛 我却用它 来数星星 数来数去 发现自己是如此的寂寞 哦 像我们这样的文艺青年 怎么能够说寂寞呢 我们应该说 寂寞是一种很悬的东西 我有的时候 看着一碗热汤面 都会流下感动的眼泪 不管是情处 还是独处 我始终是如此的 寂寞是一种很悬的东西 如影随形 我不要失恋 现在就会寂寞 我不要寂寞 不要失恋 哎呀 你们 你们都是余丹渡先生吗 我要疯了 我要疯了 哎呀